而另外东山乡公所今天下午也在三崎道歉美境举办了道浪音乐会 安排了孙安国中的私主乐团以及东山国小的管乐团 在三崎道歉美境的美景映衬之下 为大家带来美妙的音乐饗宴 希望透过音乐给大家正面鼓励 也给孩子们一个表演的舞台 微风吹拂 绿色稻碎 随风摇曳 看起来美不生收 在美景的映衬下 东山乡公所今天在三崎的道歉美境举办道浪音乐会 游川国中的私主乐团以及东山国小的管乐团 为大家带来美妙的音乐饗宴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东山乡公所今年取消了热气球嘉年华 淡随着疫情趋缓 公所希望透过音乐给大家正面的鼓励 也提供孩子们一个表演的舞台 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那我们一样在三崎美境这边举办了我们的道浪音乐会 那来提升了我们东山人文的气息 以及我们推广艺文活动的整个一个节奏 那我们这一次非常感谢苏南国中私主乐团 还有我们东山国小的管乐队他们来演出 那在学生跟家长的一个支持 那我想今天的活动一定可以相当的顺利 这个武汉疫情 所以说我们这个热气球呢 这个方便我们乡长和代表呢 大家同情就要改掉去 但是呢我们这个音乐会照常进行 但是呢这个五月是我们最美的这个我们导人 这个竹子刚才出 这个二十天的里面 这个很美的竹子开火之后 变到我们的黄金的水中 这个好山好水 欢迎国家 好朋友呢 这些青少年朋友呢 都可以来我们一眼东山乡 这个道真美镜 来去走走一个这样的 对于能在稻田围绕的户外环境表演 学生们都觉得环境很美空气清新 表演起来也格外用心 在乎的表演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 我觉得很开心 那你觉得这边环境怎么样 就是很 很 很滑千里一色啊 对 然后 很美 白牡丹 还有眼隔一眼隔二 还有鼓声若下 练习了多久 很久 很开心 空气很好 日游游的 很好啊 对 然后心情怎么样 很紧张啊 会紧张吗 会啊 为什么 因为要表演如果睡错了就完蛋了 道浪看起来很美啊 非常漂亮 道浪音乐会让乡间想起了悠扬的乐声 学着山崎道尖美劲的稻碎逐渐转黄 有不少民众趁着没有下雨的空档 来骑脚踏车享受田野风光 而东山限定的黄金盗浪会持续到六月底 乡公所欢迎大家把握时间 亲自到场感受盗浪之美 一览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到